俄军的大反攻有了丰硕的战果 疑似在卡尔可夫一带大举收复尸土 还直到乌俄的边界处 英国情姿显示了 俄军侵略乌克兰的地面部队 可能已经损失了三分之一 并失去在敦巴斯继续推进的动力 美军援助乌克兰的榴弹炮 也几乎全数已经完成部署在乌军的前线 由于立下了不少战功 乌军还成立了专属的炮兵连 不过有影片拍到了俄军 疑似对马里乌波尔的亚素钢铁厂 使用杀伤力强大的白鳞蛋或是燃烧蛋 炸弹在亚素钢铁厂上方爆开 无数火光四散 炸开还以为是壮力烟火 但实际上却被当地乌军称为死亡之雨 专家从画面判断 俄军在马里乌波尔的亚素钢铁厂 疑似动用了白鳞蛋或燃烧蛋 上千度高温伴随燃烧产生的毒气 造成极大杀伤力 目前仍有上百位乌军镇守其中 不过乌方也全力展开反击 美国援助乌克兰的M-乖乖乖榴弹炮 几乎以全数在前线完成部署 这款榴弹炮射程远精准度高 战功显赫 乌军还特别以古代强悍的游牧民族 斯基泰人为名 成立专属的斯基泰人炮兵连 乌方还最新公布 这段4月15号拍摄的影片 显示乌军疑似在卡尔可夫一带 强势反攻收复尸土 一路打到乌俄边界 并处理起黄蓝标志宣示主权 英国情资显示 俄军侵略乌克兰的地面部队 可能已损失三分之一 难以取得重大战果 加上严重战力损耗 让俄军在顿巴斯失去推进动力 进度比原定计划大幅落后 六人好币